我喜歡這裏是甚麼呢 就是垃圾自己帶袖 培養一個露營的品德 垃圾不要留在這裏 自己的東西自己拿袖 非常好 Alvin 是 我的車一走進來 看到你的招牌隱世山夜 下面就寫著只接受會員預約 怎樣成為你們會員 怎樣成為我們會員 其實只要你在 Yamaha Camping 正價購物滿一千元 就可以即時登記我們的會員 我們的會員可以享用會員的場地 私人場地 為何有這個構思做過場地 為何有這個構思做過場地 因為在疫情時 很多公眾營地都封了 有些客人買了一些器材 但也在想 沒有地方可以展示器材 很多客人都走上來跟我說 老闆我買了器材 但沒有地方展示 你有沒有地方可以讓我開營出來 讓我們享受下自然 所以我們才在萌生有這個概念 真的要找一幅地 去迎合我們購買的顧客 所以才能找到這塊地 去做一個錄影場 讓我們的顧客去使用 無求會員才可以預約 我們會員首先一定是優先 其實我們也會接街外的人 街外的人只會是會員排完後 所以才會有這個場地 我看到這個場地雖然不是很大 但我一進來就看到你畫好一格格 你是會接受多少人一次過在這裏呢 實際上我們都是預約40至50人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統計過 究竟場地要容納多少人 因為有些人是小朋友 但我們就想有一個空間給予大家 所以我們就會拿比較鬆動一點 我看你這裏畫好七格 嗯 沒錯 七個Party可以在這裏拿藥 沒錯 只可以七個預約 如果人多的時候 我們才會選擇另一邊的營區 明白 我看到這裏的草地都算很平坦 全部都是真草來的 不是草皮 對 為何我們不選擇鋪草皮呢 因為這是大自然 當然我們一定要用大自然的角度去看 我們不是去額外加草皮上去 那些叫做人造的景觀 這些叫做自然的景觀 所以我們採取了一個用真實的草地去用 跟真實和鋪草皮有一個不好之處 或者好之處是甚麼呢 鋪的草皮其實保養費用相對來說比較高 但如果我用真草的話 其實會變成內磨 以及大自然原有的景觀 就不是外加上去 明白 聽剛才你說 夏天你不經營的 就是養草的時間 其實夏天我們大多數應該是五、六、七月 我們會有一個養草的月份 那個月份就不接受預約 我們會做一些翻託和播種的工作 如果想來隱世山爺 就去鋪漢Camping購物做會員 那就可以和你們預約場了 是的 在我們的場是可以玩柴火的 柴我們亦有分兩種 一種叫做不收費的柴 就是我現在身後移一些的 這些柴就是我們在樹林倒下來之後 我們就鋸開碌碌 可以自己去體驗砌柴 去做一個柴火焚火的活動 亦都有一個叫收費柴 亦都是砌好一粒粒 亦都是有些乾身的柴 那些就要付錢了 這些就不需要付錢 當然來到我們這裏 是可以玩焚火的 你想要燒柴亦都可以的 但是最緊要記住一件事 燒柴必須要用焚火台 以及要用防火箭 防火箭我們免費提供的 我們就會在雪櫃那邊 有防火箭免費提供給大家的 只要大家用完之後 清洗浪杆放在那裏就可以了 因為地下晚上都會比較濕氣重一點 如果有石製都會隔絕了一點 即是小部份 未必真的會跟地上貼得太緊要 便會吸光了 所以石地 我們有時都會比較多 客人會喜歡石地 因為營底不用怕髒 好 我們進入這個場 其實我們是自己垃圾自己帶走的 我們亦都有多個服務 叫做代地垃圾的服務 就是30元一袋 30元一袋 我們就包了一個膠袋 大垃圾 黑色膠袋 如果你付了30元 我們便會幫你 你離開的時候便會幫你 賠償的 如果我們去看 這邊的就是 多半分 這邊就好 我們未必會